測試陽性是1347宗 其中有兩宗是輸入性個案 1345宗是本地感染個案 每七天我們大概那些本地的個案 都會見到最近 在2月6號到7號 大概有200宗個案 去到9號就400宗左右 11號左右就是800宗 12號已經900宗 大概就是每兩天幾三天 那些數字就是翻倍 陸續收到很多有老人院 射的個案或者是爆發的情況 有些是員工有些是院友 我們一切都在跟進 受影響的老人院都有以下幾間 青松戶里安老院在新界元朗夏村 有個清潔員工就是確診 福康會梁景成人訓練中心 在屯門梁景那間 都是有一些確診人士的 都比較多的 所以都是全體人士都需要檢疫的 福康會在觀塘那間 福康會成人訓練中心 都是有一些確診或者初步確診的人士 白樂護腦有限公司 在九龍新蒲江 新蒲江的崇寧街 都是有初步確診個案 從零萬年在慈雲山的湖魯中心 都是有一位初步確診的人士 香港商見協會 樂榮軒在九龍新蒲江的 都是有確診個案 抑風護理中心 在粉嶺 都是有一些初步確診個案 新生精神康復田景宿舍 在屯門田景村 都是有一些初步確診人士 浸訊會外群社會服務處 在旭群樓的中途宿舍 都是有一些初步確診人士 在當時的調查點 組繡人士 歡迎